这是武状元决赛的比赛现场 对战的选手分别是内蒙古的博达尔多和苏灿 场外的赔绿博达尔多是1比1 苏灿则是1比10 一旁的力不尚书经过分析 苏灿必定能成为武状元 于是把全部家当都要苏灿赢 可等他知道苏灿的老爹就坐在自己身边是后悔了 哎 你怎么不下桌 我下桌干什么 苏灿是我儿子 啊 糟了财 我少分析了一样 你少分析的什么 血统啊 血统 哎 此时 主考官到达现场 苏灿老爹十分疑惑 因为主考官并不是他收买的人 而且他们一家还得罪过主考官 并且主考官还是博达尔多的叔叔 随着王爷一声令下 武状元的决赛开始 第一回合比射箭 博达尔多没射中靶心 苏灿的箭直接把靶心给穿透 可裁判却于靶子上没箭为由 盼博达尔多胜 第二回合比马上作战能力 比赛前 赵无极给博达尔多一套绣箭 让他在紧要关头事后用 而比赛开始后 苏灿才发现自己的兵器被动了手脚 没有兵器的苏灿只能逃窜 博达尔多在后面追 也不知道苏灿从哪弄来的流星锤 将博达尔多打下马 随即苏灿也下马 准备到武器架上拿武器对打 可兵器架也被做了手脚 苏灿架子上只有木棍和削离的水果刀 博达尔多可是货真架实的双斧头 苏灿只好边躲边来到博达尔多的武器架挑选武器 他拿到三截棍 却被博达尔多砍成了双截棍 于是出现了星夜致敬李小龙的画面 博达尔多占尽这么多优势 依然不是苏灿的对手 最后只能优秀剑暗算 不过苏灿反应很快 不仅用双脚接住秀剑 还原物奉还给博达尔多 不过苏灿还是高兴太早 裁判盼他先落地 所以还是博达尔多胜 这种黑幕让现场的观众愤愤不平 可就在博达尔多得意的时候 他却突然中毒身亡 原来赵无极给他的秀剑有毒 这下所有人都认为苏灿就是武状爷了 大家起身为他欢呼 可就在皇上准备清点苏灿为武状爷的时候 赵无极跑出来举报苏灿目不识钉 彼时中肯定作弊 皇上的要求也不高 只要苏灿写出自己的名字就行 可苏灿根本不会写名字 结果庄园不解没了 家还被抄了 但皇上觉得还不够 临时还加了一条 那朕就盼你们父子俩一辈子要饭 四个灵亲 为什么他作弊你没有查出来 这次好在有赵无极 赵无极 你皆发有功 朕会好好地赏你 就这样 曾经锦衣遇事的父子俩 瞬间化为乌勇 此时的苏灿并没有人命 因为他的骨子里还有公子的傲气 在抄家的时候还唱起了歌 师爷在苦口活心地让他好好学写字 父子被赶出家门后 还热情地欢迎官兵去抄他们的家 爽朗的笑声背后是世袭贵族 保持尊严的一种绝交 此时的苏灿还是不认命 自己一身本领 凭什么听皇上说要犯就要犯 然后转身就像一个牛气哄哄的公子跟借钱 或许在他的潜意识中 自己只不过一时遇到困难而已 我为什么要给你钱 因为这么多干什么 我总该知道嘛 你知道要给 不知道也要给啊 不行不行 还是搞清楚比较好 你拿来吧 为什么多干什么 你们这根本是想吗 抢到啊 抢东西啊 抢到了 不然不然 我们是要犯的 原来你们这两个臭要犯的想骗我 你当我是猪脑袋啊 我竟然跟猴一样 可过了两天 两人又为又冷 苏灿就准备牺牲老爹的色相 把他介绍给朋友的阿姨的妹妹如花 老爹宁死不从 没办法 父子俩只能选择街头卖衣 他们想靠表演胸口碎大使来赚路肺 好回广州冲整旗鼓 可皇上让他们只能靠乞讨为生 于是赵无极带着众多官兵去羞辱父子俩 还故意引由苏灿出手 趁机打断苏灿的经脉 让苏灿成为一个废人 老爹将苏灿背到一座破庙 一群乞丐对苏灿进行了简单的救治 之后老爹在一众乞丐面前吹嘘自己儿子有多厉害 一眨眼两个月过去 苏灿经常做噩梦 手脚虽然能动 但没有完全好 老爹知道儿子自尊心强 宁愿自己去外面要饭 也不愿苏灿出去丢脸 要去逃饭 哎呀 逃饭 当然有我老头的出马了 难道叫你堂堂武装员 哎哎哎哎 阿灿啊 原来当乞丐也不简单呐 有很多窍门的 哎 不是伸直手出去就能要的钱的 起码得拿个脖子 这样才叫有身份呢 乞丐还讲究身份 真吊子笑歪了 哎哎哎快点走了 哎哎哎哎 来了来了来了 再不去又要不到饭了 虽然在苏灿面前说的有模有样 可当老爹在外要饭时 还是会捂住自己的脸 毕竟自己当初也是一个广州将军 可人到落魄的时候 谁都会嫌弃你 老爹看到一个乞丐准备下班 他就想借用那个位置低头要钱 没想到那个乞丐擦掉了地上的字 哎哎 老兄 你别那么小心吧 你不会自己借 我是看你下班的 借你地方用一下吗 真心的 哎 你当我傻瓜 不久老爹突然染上风寒 苏灿因此开始了第一次要饭 毫无经验的他在大街上被聚了好几次 他只能坐到一户人家门口前 不好意思地吆喝着 好心的 大爷们啊 可怜可怜我这个 小乞丐呀 此时屋内出来一女子送给他一些碎炭 而女子正是如双的妹妹 他一眼就认出苏灿 便喊来姐姐 看到如双要出来 她一头扎进碎炭中 抬起头用外地口音掩饰自己 修家 你吹现了 对不起 我认错人了 小翠 去拿几个馒头出来 哦 你认错人了 他不是苏灿 如双认出了苏灿 但并没有戳破 而是让妹妹拿来馒头 如双还想把一盆的馒头给苏灿 苏灿头也不抬得把馒头放进碎炭中 然后如丧家之犬一样的离开 可还没来得及悲伤 苏灿就看到官兵押送自己的老爹 上前一打天才知道老爹饿得不行 吃了小孩子的馒头 官兵认出他是武装员 就逼苏灿吃狗饭 否则就要殴打老爹 苏灿为了救父亲 只能在大街上吃狗饭 天 味道不错哎 真的 我也来尝尝 尝尝尝尝尝尝尝 好香哎 不错啊 爹你看 又像肉丝在里面 什么肉丝啊 吃看肉财 再来一只一半 吃的比赖里狗还猴急 注定这位是狗饭呢 快点吃完 快点 这碗饭太好吃了 这口口想留得晚上宵夜 亏你想得出来 真是天生当乞丐的料啊 壮元狼唠的吃狗饭 我们吃人饭去 这一幕被如霜看到 便上前亮明自己的身份 他邀请父子俩加入丐帮 可就在说话前 苏灿已经悄悄离开 加入丐帮后 父子俩的生活会比之前好一些 但苏灿因为自卑无法面对如霜 整日昏昏沉沉的就知道睡觉 只会睡觉怎么能打架呢 连当乞丐的资格都没有啊 哎 你别那么坦白行不行啊 哎 你别那么大声好不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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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